大家好,我们现在讲即兴辅导班的课,即兴汉证,今天讲的是同念这个曲子,我们用的是计较,为什么用计较,它原调定的是计较,音有点高,一般唱歌,计较如果不是很好唱不上,好的,没问题,如果一般有时候稍微唱得低点就唱, F叫什么,但是原调有计较,它有计较的原因,它也知道比较高,因为计较的名格叫,名格的调比较明,虽然比较高,因为这个曲子要求比较强,所以它也知道计较比较高,其实计F也是可以,对不对,但是F的味道不对,我说过了,我说过F是哪,F这个叫是什么叫呢,上次说来人,记得吗? F叫什么叫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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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七码 六码和七码 七码说得快点 他觉得他们就这样 他们就慢的就比较说过了 他们就这样的味道 那天那个红眼不是这个味道 当然红眼也是蒙古的 但他味道不是这种感觉 好 我们上次说到了A1说完了 A1差不多 我们现在说A2 A2我们在第一页 大家有没有谱 有没有谱啊 第一页的 第三条的 第三条就开始 有两条竖线 这叫什么线啊 两条竖线叫什么线呢 没有出戏的 叫什么线呢 有人知道吗 老师 你有红眼就讲了一句 没有A1是不是没讲完 A1没有讲完 就讲了一句 后边没讲 好的 我就再讲前面 再讲第二句 好的 第二句 稍拉动了 稍拉动了 就是第二句 稍拉动了 好 我们看第二句 第二句呢 我们如果分两句呢 如果我们分小句呢 这里正好吃 为什么要分小句呢 它总共在两句啊 总共在八小句 太少了 所以我们说得仔细一点 两个小句 再分的仔细 整个两句不好说呢 对吧 你哪里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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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性趣啊 什么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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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句小高层 好